康熙终于借着推选新太子这件事 一举拿下了以同国为为首的八爷党 并且对老四和老十三两人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 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坚定的支持太子 让康熙在打击八阿哥印四的势力使有了强力支撑 但考虑到二阿哥印人目前还是疯疯傻傻 所以能不能让他复卫太子还要等他病好之后再说 但是康熙也放出狠话警告百官 倘若再有人望风踢戎 勾结串通 朕指望托天命 思言费力 朕绝不轻扰 可是推选新太子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 康熙却得到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 原来老十三和老十四两个儿子正在打架 而一旁的兄弟却装模作样在看热闹 众官员也跟着起哄纷纷叫好 全然不知道康熙正极匆匆的赶来 原来是老九老师不仅骂二阿哥是开缺太子 还骂四爷是太子的走狗 十三阿哥看不过就和他们吵架后动手 尽管康熙已经下令将两人赶紧拉开 但老十四人意犹未尽张口就来 别以为阿哥中你的武艺最高强 论丹打毒的我不输你 论行军不振 我更比你强 好啊 干明儿边疆有了战士 咱们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凭你野派 狗的 你不过是非太子的一条狗 混账 那你又是谁的狗 众人这才收敛了刚才的嚣张气焰 康熙让一人起身站在自己身边 接着便质问是谁骂他是开缺太子 老师躲不过只好承认这话是自己说的 真没你这个混账儿子 你说 那个姓张的江湖妖人 是不是你带了印刺哪儿去的 老师承认是自己带过去的 但是他却嘴硬说张真人不是妖人 而且确确实实有真才实学 别说了 什么八大王 什么八王大 还什么王上加百 朕还没死呢 康熙这是在说当时老八这群门员 为了能够让老八赢得太子的位置 故意找来了一个妖道蛊惑人心 康熙则被满朝的官员中那么多两榜金士 还有那么多宝血红儒 竟然任由一个道士妖言惑众 其实这也是在骂百官对八阿哥的屈言覆试 黄阿玛 您当时不是也说过江湖术士的话 有时候也能代表民意吗 真说过那么多 你就单计这一句 说罢便下令将老八老九老师给抓起来 但十四阿哥作为八爷党却不愿意了 他认为当时江湖数十妖言惑众 已经被八哥抓起来交给黄阿玛处理 是黄阿玛自己把那个妖道给放了 因此这个罪名强加在八哥身上难以服众 另外百官举荐新太子是黄阿玛您的意思 八哥被大家举荐说明这是大家对他的认可 康熙感觉这个儿子倒是有点出息 虽然说得头头是道 但涉事未深对八阿哥的人品还一无所知 遵旨是死 抗旨也是死 请黄阿玛给儿臣等只一条活路吧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儿臣气敢 家有正子不败其家国有正臣不亡其国 哦不听你的大清就要亡国了 难说